秀林家长王玫瑰为了鼓励农民种植农作物 每年也举办补助农民有机植肥料方案 请秀林乡亲内农民3月31号以前 前往秀林乡公所农业经济课来申请 秀林乡公所110年度补助农民购买有机植肥料 受理登记作业从3月2号在各村村办公处开始受理一天的时间 而补助的计划以农物用地 套入个国家公园区农业用地及都市计划区范围之内的农业区和保护区 申请人如非土地所有权人因减负租任契约计划或是土地使用统一书 本乡110年度有机植肥料以及花莲县政府的肥料资财补助 我们统一在3月2号到3月31日在本所农业经济课受理 为了要增加农民的农业产值 欢迎大家能够在升起的期限内来本所受理 来受理肥料补助请农友们记得带土地登记藤本 还有身份证跟印章来本所受理 徐文相当文明哥表示 徐文相公所常年补助农民们1 2分之1有制止肥料的作业 已经行至有年了 年年都有农民们增加来从事农物的工作 也提升了农民的经济产值 徐文相公所每天在上午和下午都有同仁受理相亲来申请 也请农民们准备好相关文件前来登记 而登记的截止日是3月30号为止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